金黃色的芒草 你以為只有一條嗎? 當然不是 立即播片帶你去看芒草海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 大家看看你的右邊 沒錯 就是七星山 看到正在出煙 火災? 正在告訴你 再看看右邊 這個就是廁所 我們準備去完廁所之後 今天就帶大家走走七星山 起點位置只是下車的位置 現在位置在這裏出發了 在1717 然後在小油坑下 下車後要去廁所就在那裏去 之後 就在車頭的方向 你看到很多人在這裏出發 在竹林這個位置 就開始上山了 那 看你甚麼自日來了 因為 就像我們這樣 上一月 來到都有點涼 一定要穿外套 首先跟大家介紹今天的路線 在小油坑父母站下車之後 沿著樓梯就上到七星山住風 之後就過去東風 最後就在冷水坑下 交通方面 我們在台北車站 搭了1個小時的1717 在小油坑父母站下車 樓梯 是樓梯 還是樓梯 全部都是樓梯 嘩! 芒草啊 走到一半 你就要開始看到芒草 騙你的一半 剛剛開始就在這裏 不要太急 你看看沿途多多芒草 多漂亮 讓我們拍照 大家再看看 一個孤獨的老人 慢慢走上這個七星山 沿途很多夫 為了芒草 然後大家看看 前面 是否有個德州電的大屠殺的人 在前面 山上的才不是 前面是辛苦修緝山路的工人 來到第一個休息點 前面是幾個火山組成的大屯山火山群 對 繼續走的話 會看到左邊在霧煙的岩石 剛剛我們在進去的時候 看到沒有煙的 其實因為七星山是一個火山 在七十萬年之前 開始爆發 主峰海拔一千百二十米 頂部一股百瓣 哈哈哈哈 見中之後 他們就生食了七個小山頭 所以才是七星山 哈哈哈哈 之後又是竹林 和無障的樓梯級 拆散了阿伯跳上去 好 來 放進去 一條 哎呀 又要輸了 哈哈哈哈 我們終於來到山頂了 看看多美 我們終於來到山頂了 台北市第一高峰 上來之後 就可以慢慢地排隊休息一下 終於輪到我們了 我們在SEVEN買了些小蛋糕 三文字 踩到看著美景 但是這個人就掛著打機 看看 嘩 整個台北市 螢蟲在地上 千萬不要特地去摘它 現在就出發去七星山東風 我們全程走上去 七星山轉風大約 一個多兩個小時 之後就要再過對面的山 再走幾個字 就到了 唉 走了很久之後 去了七星山東風 看過景 感覺上和主峰差不多 七星山東風 沿途全都是樓梯 如果膝蓋不好的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 你不來 大家看看她 不知道她是甚麼名字 不如先說一下 她叫小黑 小黑很厲害 她跟主人 面前經過了三次 她是下完她的照片 手上再下 下完再上 看來至少是我們的三倍 差不多是日落的時候 陽光照在螢蟲上面變成金黃色 這個人又在打機 你在做甚麼 在坐近 你看不到嗎 來到分岔口 右邊是七星公園 左邊是冷水坑 這次我們就不去七星公園了 經過一個七星山發射台 來到這裡有一個涼亭 但因為維修中 所以進不去 下去冷水坑 這段路 超多芒草 這就是其中一個打卡點 這是其中一個打卡點 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地 冷水坑服務 天色已晚 我們要去趕巴士 有巴士 你見到嗎 有巴士 有巴士 原來我們真的走了一輛車 然後在韓蘭之中 等了很久才有車 這次七星山 的容易度兩顆星 CP值五顆星 下次再帶大家走其他山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 今天 重要是呀 同班老一呢